那接下來呢 問題我要問到這個 三聯會的現金大小姐 大花 沈憶漢小姐 就是 其實在 《皮靜兄》當中 你飾演的是三聯會大小姐 然後我們有看到 你那種呼風喚的感覺 那有沒有 就是在你回到現實當中 說你還不小心 不忘記自己不是大小姐 然後有一些大小姐 有趣的事情啊 然後有發生在現實生活上面 跟同學分享一下 沒有 只要打開那一個 我平常是不是都一個人 然後都臭默默的 然後做節目都浪費啊 幹嘛都變先 我一點都不敢 把陳寗的氣息吶好 所以我 雖然我很想 因為你的動作太一致了吧 還是特殊的 對 應該 大家應該都非常非常羨慕這樣子 那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朋友 同學們最有興趣想要知道的 因為在這個戲當中呢 你跟皮子跟英雄 都有感情方面的糾葛 那其實這是很多女生的夢想 那一切是 然後可能也是某些汗色的夢想 但現實當中呢 就是如果真的出現平原英雄的話 你自己會選擇哪一個 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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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懂了 我相信你 那小朋友就好奇 對 我覺得我會選小馬 因為其實 是他 遊戲裡面 那種有時候才我就寫下我們說 欸我心裡邊怎麼覺得你自己會選誰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是我應該會選小朋友 因為他 欸強我就強 反正我覺得他在裡面是最值得我喜歡的人 所以你會選個小朋友 對我選台人拉街友拉街友 好那我想大家 大家每個禮拜有沒有準時收看彼此英雄 有嗎 那上禮拜裡面有出現一個讓人就是 那樣亢奮的畫面就是 你呼籠為原的發展對不對 那我們想知道那是整個呼籠之下 所以是 可以拿開演唱戲的時候呢 電招導演什麼事情都傳來真的 所以但呼發展這種事情絕對不可能是戒尾 然後當時其實劇本上就有寫說 陳琳打了英雄一下 然後那天在現場就反而說 我覺得陳琳應該不只會打英雄一下 然後我就寫說 他一定不緊急 然後他就說 好啊那你就看 等一下戴過影像我親民一樣 我就說OKOK 好好好 然後就開始一下 那邊講他就 啊 要講他 他 我以後我就打到去旁邊 然後就是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有他 然後就叫出來那樣 我覺得這一集一般適合 對話的 那你要不要講 你對他的時候會再講 不會啦 我們之前有過呼呼說要打兩下 還是你是當時就直接打兩下 哦因為他剛講真的沒有聽到嗎 哦是這樣的 所以他也是偷偷的跟陳琳打 哦對以後還是真的神奇 我也尾在眼睛 換眼神就超 沒有了 不過你還打得蠻用力的 都可以講 哦我很噁心 好我們謝謝我們的大小姐的回答 然後接下來呢 要訪問就是這個 現在人積極高的 哇 趙又廷 就是 大家好 非常開心可以來到這裡 哇好熱烈的玩意 剛剛在數 應該有超過 有沒有 五六百一個人 有一千嗎 三萬 好了好不好 要試一下 不好意思 好我給問了問題 那就是呢 就是其實英雄這個角色 他個性非常亮的鮮明 對他極度的正義 然後極度的熱血 陽光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你本人私底下的性格 跟英雄有什麼一樣的 或不一樣的地方 你也非常多不知道 說到陽光 高雄的陽光真大 非常 我超愛陽光 超愛 太陽光 有必要在裡面這麼亮 超黑的 超愛陽光 超愛陽光 誒 previously 你注意這是什麼場說 Apparently 不是消費性的地方 請繼續回答 不要 等一下跟大家跟我一起 有閉血都不太好 可是 沒有啦 跟英雄 從相似的地方應該是說 都有一個堅持的信念 那英雄的話大概就是正義感 是維持正義然後打擊對方這樣 那對我來說應該是追求到 對每一件事都追求到一個完美的一個標準 然後不知道 就我們生活上都是由這個平台而研發出來 那不一樣的地方的話應該說是 我比較溫渴一點 你從太衝動然後太虛化 動不動就開始動手 那我其實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我可以先好好坐下來談一談 再動手也不遲 那就是畫我們是第一次演戲對不對 對 第一次演戲就跟蔡桃合作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自己再講一下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壓力 因為我看不到才會軍事 沒有啦開玩笑 好像是他講是哪個頭 因為現在他失控的狀況沒有很多 所以我放在失控一下 跟導演拍戲我非常緊張 因為知道說導演要求很高的狀態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導演很磨戲啊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做不做不到 然後偏偏他 導演跟小瑋琪就很看好 我對我最大的有信心 就更加注在我身上有一點壓力 很想要表現得很好 那可是到最後真的開始拍的時候 導演是他們兩個一起玩出來 你不要一起 慢慢來 其實你今天的理性我愈來愈好 我愈來愈好 那因為阿董這一次也有一個 他的主題去無奈正義 欸不是你寫的 不是真的有這個禮物 然後呢就是也體驗了到 歌手的興奮 那你覺得演員跟歌手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或什麼地方 無奈正義 首先要先謝謝Color 寫出這麼棒的一首片 從不去 不知道答案 這其實有點報告的意思嗎 你真雕琼好多 要求人還要脫衣服 現在要穿歌 沒有啦 歌手 我們再去預告一下 我們在5月16號的時候 我們會再回到高鼠風時代 然後跟大家有一場見面會 那那天的見面會上的 Color跟王又一起演唱 我愛這首歌 然後還有片尾曲的演唱跟插曲的演唱 那歡迎大家 那一首我們再一起來 這樣 拜拜 再等一下 你還記得我問 歌手跟演員有什麼都一樣 嗯 不一樣 當然是有 可是我找到比較多是相似的地方 就 唱歌跟演戲一樣 都是要給你的氣塔開 在高雄拍戲那麼久 對高雄有什麼 深刻的影響或是有什麼 想法 想要告訴大家 你們真情 我們再會大 哇 我對高雄的影響 其實 不陌生啊 不是要探觀一下 是因為我說 外國有一段時間是 住在 大聊吧 然後 然後 像你這邊有一段距離 碰成那邊 可是小時候 還是常常會 會在暑假的時候 全身跑到 都要 所以對高雄這邊 一點都不陌生 不過反倒是因為 鼻子英雄 這次來這邊取景的關係 再加上 剛才塞導說的 事任不 非常的 方向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很多很多很現代的 一些 甚至 比台北要好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是我 呃 小時候所看不到的 那也證明 呃 高雄是 的確是在這幾年來 是一個 非常迅速發展的 一個重點的城市 那我特別喜歡的是 高雄有類似像 其實我很喜歡夜景 因為 我們常常在 呃 還 那個應該叫什麼 碼頭啊 魚人碼頭啊 然後 這樣的 正在碼頭 這樣的 這樣的地方 拍夜景 那個晚上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 中間只要有幾艘大 大船 船沒有說 不是床 啊 大船 開過來的話 就有點像什麼 香港的感覺 那我那時候 其實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就跟攝影師來講 我說 很有很有 機會就發展成 其實像 香港的那種 那種 很獨的那種感覺 對 很獨的那種感覺 over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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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對高雄有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 呃 其實我以前 對高雄 欸 你剛剛有問過我這問題嗎 沒有 欸 嗯 以前 來高雄 就是工作為主嘛 就是很少有機會 在那邊 來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這一次去 住在這邊 然後 沒有戲的時候 我就到處去走 然後去做捷運啊 去逛 來我公司看看店 我就覺得 以前可能覺得 台北 有一些東西 會覺得 欸 好現在 然後好新鮮 可是現在其實高雄 反而你會覺得 欸 高雄呢 比台北更厲害 比台北更先進 然後像捷運 也是更艷利 然後 我們像我們做高鐵 可以直接就 做到我們住的地方 做到那個捷運站 然後再 做到我們住的地方 甚至可以做到 飛機場 就覺得 哇那根本就是不用 不用轉車嘛 就是 一路就這樣可以走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 光臨的地方 以後我想 應該都會來 可以坐飛機吧 好謝謝這位 還要跟她 好 那 一拿在高雄 有什麼特別的 印象深刻的地方 其實 我媽媽是高雄人 所以我小時候 現在高雄長大 等一下 這又不是媽媽 這又是奶奶 所以她的外頭 是妳的媽媽 不是 我們這麼一種高情人 就是我媽是高雄人 所以請求我小時候 在高雄長大 我非常大意思 我媽媽 你這麼年輕啊 我媽媽 你這麼年輕啊 天啊 不用打動 對 沒錯 好 我們謝謝陳侃的味道 順便的掌聲 謝謝 謝謝你 對 太棒了 那 我的媽媽 對高雄有什麼 特別的印象 我 我奶奶 跟爹 之前好像在台海 然後我想他們 之前也有來過高雄 三次都有 所以我對高雄其實也不陌生 好來看我們 看我們 看我們 你有來過高雄嗎 開新之前 沒有耶真的 沒有 那就是拍戲 第一次來地來那麼久 對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地方 其實我現在 待在高雄的時間 比待在台北 多 多 多蠻多的 因為我剛回來 然後不到 三個月 然後就 開始演習 然後就下來了 所以 其實我花了 大概一年的時間 大概一年的時間 然後其實還被 看不到外 所以我其實在高雄還比較熟悉 住在高雄 住在高雄 還要講一次 對 真的 好了 真的 剛剛